这个 还有这个 好的 请稍等 你家小区停车位是多少钱买的呀 小区停车位 不是太高 因为我是第一批业主 十万一个车位 真的 那好划算哦 妈妈糊糊 那一定是你父母的房子吧 我爸妈有房子 这边就我自己一个人 你爸妈对你真好 一定是你爸妈给你买的 我爸妈当时想全款买来着 但是我想还是别给家里增添负担 毕竟自己也工作了嘛 应该自食其力 然后我就自己背了百分之四十的房贷 现在还款了还到 差不多应该还剩百分之十吧 哇塞 你好懂事哦 谢谢 请慢用 等一下 你真可爱 吃小甜甜也拍照吗 这不是因为跟你一起吃吗 对了 晚上我们去吃华市料理好不好 我知道CBD那边新开了一家米其林三星 好啊 我觉得我跟你特别同源 我也是从来不问家里要钱 而且我觉得呢 女孩子就应该努力工作 自食其力才对 这年头像你这样的女孩不多见了 谢谢夸奖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换房贷的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是认真的 经济湖那边新开了一个楼盘 听说是日本的一个开发商开发的 哎呀小区环境特别好 而且学区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呀 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现在的房子卖掉 然后我们搬到那边去住 房贷我可以跟你一起还的 换房啊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挺不错的 哎呀你不懂 那个小区真的很好 而且我觉得我们俩以后有了宝宝 那边孩子上学也方便呀 好 都听你的 那桌上完了吗 还差一个冰淇淋 等会儿坐完放这儿 我来 好 餐上齐了 还需要别的吗 不用了 一共是二百六十四 那我来 今天本店做活动 女孩买单 五折 可是我今天出来都没有带钱呢 而且我支付宝和微信里边 也从来不放钱的 那还是我来吧阿姨 你找到什么机 没带钱啊 那你等会儿怎么去吃米其林呢 带人肉提款机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跟他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我的店 既然我听到了 我就不能看着这小伙子在我店里上当受骗 哎呦 你这人说话真是搞笑了 那我倒要问问清楚了 上谁的当受谁的骗了 好 小姑娘 你一定是仔细看过新婚姻坊了 你知道 他现在这套房子 不管你们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你让他把房子卖掉 跟你以夫妻的关系买新房 这样你们只要离婚 你就能分到一半的房产 对吧 小姑娘 年纪轻轻 这算盘打得可真惊啊 另外 你说跟他一块儿背房贷 你连出来吃饭都不带钱 怎么可能跟他一块儿背房贷呢 他诬陷我 阿姨您言重了 他不是那样人 你别犯傻了 自己看看吧 你以为在谈听说案 人家在调查你家财产呢 等等 还没满单呢 我这 我 今的调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